欧盟给中国电动车征关税这个事儿最终定了 中欧之间会打贸易战吗 我觉得欧盟更应当担心的是 特朗普回归要给他加多少关税呢 吵了几个月的欧盟要给我国加关税这个事儿 终于有最终结论了 当地时间10月29日 欧盟委员会发布消息 称结束了反补贴调查 决定对从中国进口的电动汽车 征收为期五年的最终反补贴税 被抽样的中国出口生产商 将被征收以下反补贴税 比亚迪17% 吉利18.8% 上汽集团35.3% 其他合作公司将被征收20.7%的关税 而特斯拉只被征收7.8%的关税 其他不合作的公司将被征收35.3%的关税 靴子最终落地了 虽然我们非常不满意 虽然几个月以来我们也做了很多的工作 但是欧盟最终还是做出了他们的选择 欧盟给我国加关税这个事儿 说实话从最开始 它就是政治性的 欧洲很多经济学家都说 以欧洲今天电动车的拉垮 你别说征20 30的税 你就是征60%的税呢 你对中国电动汽车也造不成很大的影响 为什么我们看看德国大众生产的ID3ID4就知道了 同样是德国大众生产的车呢 在我国卖10万出头 在欧洲卖4万欧元 大众高管自己都承认说 中国电动车太内卷了 中国电动车太发达了 所以在中国市场就得卖低价 10万的车呀 你就是加100%的关税也才20万 也比你那个4万欧元要便宜呀 所以我们说欧洲给我们加关税 某种程度上讲就是政治性的 我们看看最后的税则就出来了 凭什么给特斯拉就争个位数啊 那个特斯拉不也是在中国生产的吗 怎么挂了个美国标 你就法外开恩啊 很明显欧洲这次加关税 某种意义上讲就是做给美国看的 而此前我们也说了 你不要以为我们没有反制措施 我们有大把的反制措施 不管是你的畜牧产品 还是你的猪肉制品 还是你的奶制品 还是你的各种各样的酒类制品 甚至有网友说的空客飞机 我们将来都是有可能对等制裁的 我觉得欧盟真的好好算算 你手里有多少张牌 而另一方面 欧盟现在还担心一个事 11月5号特朗普回归怎么办 人家特朗普可是说了 欧盟就是一个迷你版的中国 欧盟每年也赚了美国上千亿美元的顺差 所以他已回归也要给欧盟加10%的关税 我觉得这个时候欧盟就应当好好想想了 凭什么贸易战只能你加别人关税 人家不能加你的 对于欧盟来讲 当世界面与特朗普回归这个变数之时 你是不是应当考虑如何和中国搞好关系 共同对抗美国 而不是为美国马首是瞻 尤其是特朗普回来之后 对你可真的没什么好果子吃啊 过来 我们